长孙无忌和唐高东李治,一个是舅舅,一个是外甥。 作为舅舅的长孙无忌是大臣,但却掌控朝政。 而作为外甥的唐高东李治,虽然是皇帝,但却是有名无实,大权庞多。 唐高东李治想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他会怎么做呢? 长孙无忌又会如何应对呢?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史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唐高东真相系列节目之旧生争风。 在上一集,孟宪史先生讲到,唐高东李治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皇帝的权利, 想到了利用换皇后作为理由,突破长孙无忌的防线。 那么,他这一招能够奏效吗? 我们知道,新唐书这样的证实,甚至说,唐高东李治就是一个婚童。 一个婚童想出的招数,会不会是婚招呢? 要知道,长孙无忌可是大权在握,又是唐高东李治的舅舅, 他怎么会轻易地答应李治的要求呢? 而唐高东李治这个被新唐书称为婚童的皇帝, 究竟会采取怎样的策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长孙无忌和唐高东李治,一个是舅舅,一个是外甥。 在他们之间,会发生怎样的争斗呢? 中国人民大学博学院梦宪时副教授, 做客白家讲台,为您精彩讲述, 唐高东真相系列节目之, 旧生争风。 永辉五年, 唐高东二十七岁, 武则天三十, 武则天又怀孕了, 所以为了未出生的孩子和为了已经在世的孩子, 唐高东肯定要拼命。 重点是长孙无忌, 目标是夺回属于皇帝的权利, 怎么做的呢? 先是登门拜访, 武则天跟高东一起到长孙无忌家去送礼, 去求情, 皇帝送礼, 那肯定小不了, 少不了, 送了石车精品的石车, 丝绸和珠宝, 具体的东西我们不知道, 总之是石车, 好好党党的, 赶到他们家去了, 长孙无忌很高兴, 全收下了, 然后在长孙无忌家吃的饭, 这是长孙无忌的光荣, 高宗来吃饭, 席间谈话甚欢, 他谈得还不错, 说别的事都挺高兴, 一个很高兴的项目是高宗给长孙无忌小妾们生的好几个孩子, 当场给了官职, 给了五品以上的高官的官职, 这其实都是贿赂的一部分, 就在席间正高兴的时候, 高宗要谈论主题了, 说舅舅啊, 这个皇后多年不生育, 这个事儿说一半, 长孙无忌就捣乱了, 上菜上菜, 不听, 反之就是亡顾左右而言他, 不听他这话, 不往这说, 你听清,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上茶上茶, 总之是捣乱, 不往这话上, 话茬上大, 高宗说不成, 武太太也说, 也是这个办法, 就是回避, 不谈论这个问题, 什么皇后不生育, 长孙无忌心想, 那皇后不生育还不是因为你, 但是, 仅仅这样成吗, 也是个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反正是长孙无忌是油颜不尽, 怎么说, 说不进去, 就不往这话上提, 你一说, 他就说别的, 所以这一个晚上, 最后是很不愉快, 你该收了人的东西, 全收了, 照单全收, 人家求你的事, 你就根本不接, 高宗在心里, 那个窝火呀, 你就想去吧, 这顿饭回去没法吃了, 好几天吃不下去这顿饭, 一个意思, 这是第一次, 高宗就想, 哎呀, 也许我舅舅有难处, 你说我这个皇上亲自出面, 说这样的话题, 舅舅不好意思, 接招, 不好意思, 也许他心里有别的想法, 总之换一种方式吧, 跟武则天想, 琢磨, 这事怎么办呢, 派谁去, 再去一趟, 好, 找了一个人, 找到了武则天的母亲, 武则天母亲姓杨, 杨氏, 派杨氏去找长孙无忌, 杨氏去了以后, 就被长孙无忌, 也给挡回去了, 杨氏是把话说清楚, 要求他, 求他, 为了我的女儿, 求求你, 长孙无忌, 没有这事, 你回去吧, 比较客气的把他拒绝了, 但是他话是说完了, 又不成, 第二个回合, 求情又失败了, 第三回合, 再派人, 派谁呢, 许静宗, 这个许静宗呢, 倒不是一个年轻的大者, 是一个老臣, 贞观时期, 就已经观作宗书省的侍郎了, 文笔好, 会写文章, 学问答, 这个无所不知, 无所不想, 在高宗当太子的时候, 许静宗就是东宫的官员, 那高宗现在当皇上了, 他当然也是他的大臣了, 他跟高宗的私人关系显然很密切, 于是他出面, 去让长孙无忌, 结果被长孙无忌破口大骂, 原来长孙无忌并不是什么话还不说的, 根据不同的人, 发表不同的脾气, 发不同的脾气, 高宗那就是, 网顾嘴而言他对这个杨氏呢, 那就稍微客气一点, 回绝了, 到徐静忠的, 就破口大骂, 把他一顿踏, 一顿骂, 徐静忠没戏, 只好向高宗报道, 不成呢, 不成, 不同意, 那大家就会说, 高宗要换皇后, 为什么非要找长孙无忌和舅舅舅舅舅, 难道这是家事, 非要舅舅批不可吗, 没有长辈的, 一定要舅舅来批吗, 他不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 唐代是一个有制度的朝代, 皇帝不能走到大街上, 我宣布了, 换皇后了, 不能这样, 重要的决定, 重要的事项, 其实不重要的也是一样, 都要有一个文书形式, 就是要有一个正式的批文手续, 如果长孙无忌不同意, 你就手续办不下来, 就这么个意思, 为什么呢, 皇帝所有的命令都不能自己去发, 他必须经过宗书省的起草, 门下省的审核, 然后上书省去执行, 所以皇帝继续是决定了, 大臣们也不敢执行, 因为他舅舅没点头, 一个比他还大的人在后边没点头, 所以这个工作只能去找长孙无忌做, 找别人做没有用, 别人也不敢批, 皇帝说谎了, 下面的人为什么还不敢批呢, 要解释这个现象, 我们需要再强调一下唐朝的制度, 唐朝的制度归业, 皇帝的命令, 要经过宗书省起草, 门下省审核, 然后上书省才能执行, 也就是说, 只有经过这三道程序, 皇帝的命令才能生效, 但这三省的官员都是长孙无忌的人, 所以, 当大臣的长孙无忌不剪头, 当皇帝的唐高宗李治, 一点权力都没有, 就连一个皇后也唤不了, 你说, 李治的心理能够属于, 他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 但是在正史的记载中, 在这个时期, 唐高宗李治对长孙无忌, 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 似乎根本不在乎自己说话算不算话, 那么唐高宗李治就真的这么有涨养, 一点也不在乎, 让我们还是从正史中记载来, 一件事情入手, 去揭开背后隐藏的历史真相, 在唐高宗李治, 想令武则听为皇后的想法被拒绝之后, 长孙无忌之耻的县人皇后, 也就是王皇后, 她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 唐高宗李治立刻抓了图放, 马上就对相关人员做出了处分, 李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王皇后到底做了什么呢, 就在这时, 高宗找到了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王皇后又出错了, 王皇后犯了错, 犯了什么错呢, 据说王皇后的母亲柳氏, 跟王皇后在一起搞了一些巫术, 像巫谷之祸那样的巫术, 当时有一种说法, 叫做艳圣之术, 我们现在也说不太清楚, 大概是意思啊, 就是他们搞一些什么奏语之类的, 然后弄个子仁什么的, 插个针什么的, 然后在那儿, 好像据说, 这个子仁如果是高宗, 就对高宗有作用, 是武则天, 就对武则天起作用, 一般的巫谷之后, 就是这套迷信, 这套迷信, 唐朝人呢, 其实是信这个, 所以法律规定很严格, 如果有人犯了这种事, 那看各种各样的事, 看情绪不同, 惩罚的不同, 比如说要求媚于皇上, 后宫的女人要求媚于皇上, 就是想跟皇上把关系搞好, 他用这种办法, 据说可以实现, 可以实现, 比如说让皇帝爱我, 然后一念咒语, 哗就爱了, 如果是这样的咒语, 这样的事, 那是严重的, 叫做求媚于上, 如果被抓着, 要被杀掉的, 那么王皇后他的母亲, 到底干了什么呢, 谁也说不太清楚, 据说呀, 是武则天的, 侦查系统, 发现大概无论王皇后身边的人, 还向着武则天, 所以王皇后那有什么动静, 他跑到武则天就来报告, 今天又来报告, 说柳氏进宫了, 他们两个怎么着, 怎么着了, 然后武则天马上报告高宗, 高宗一调查, 就说有着事, 其实事情本身不轻, 我估计基本情形应该是这样, 高宗要换皇后, 皇后不知道吗, 肯定知道了, 这个柳氏进宫, 他母亲进宫, 会跟他的女儿商量这些事, 商量这些事的时候, 不能让下人听见, 对不对, 大厅广众之下, 说高宗要换你了, 下人都听见了, 这都不好, 肯定是关上门, 摒弃下人, 然后母女俩在那悄悄的嘀咕, 可是这一关门, 不让人听, 那是干什么呢, 那不是无骨之祸呀, 于是下人可能就这么告了, 武则天就这么告诉了高宗, 于是这事就出来了, 这个事的处分呢, 倒不是很严, 可见证据不足, 证据不足, 怎么处分的呢, 从此以后, 高宗下了一个命令, 柳氏, 王皇后的母亲, 不许再入宫, 下了这么一个命令, 高宗决心, 至少在这个事情上, 是有表现的, 现在说是拉锯战, 进入第二阶段以后, 这是拉锯战, 你给我一钱, 我给你一脚, 现在高宗先给长孙武帝一钱, 嘣, 把柳氏啊, 打回家去了, 不许再入后宫, 可是武则天这个事, 长孙武记那么反对, 到底怎么办呢, 于是啊, 高宗就想了一个另外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呢, 就是降低自己的要求, 同时呢, 提高武则天的地位, 所以呢, 他就在拼妃的封号里面, 新起一个名字, 叫陈妃, 这个陈妃呢, 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就是不比皇后高, 但是比其他的拼妃呢, 都高, 起了一个新的名称, 一个新的名号, 他就把这个名号呢, 正式提出来, 给长孙武记他们说, 现在给武则天呢, 新任命一个名号, 叫陈妃, 叫陈妃,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大臣们就讨论, 他们说制度没有根据, 这拼妃啊, 皇帝的那些女人的名号, 那都是写在法律书上的, 几个人, 这个几个人叫什么, 叫什么名, 这都是有规矩的, 有规矩的, 有规定的, 你这忽然冒出了一个新的来, 这怎么摆平啊, 说于制度没有根据, 就不要有, 第二仗, 武则天他们又被蹦打回来了, 他们有一个退一步的要求, 结果人家也不批准, 还是不批, 我们知道, 唐高中李治是皇帝, 他想换掉皇后, 长孙武记反对, 他就换了他, 李治想定武则天当陈飞, 以长孙武记为首的大臣集团, 还是不同意, 这时候, 唐高中李治心里, 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正式中没有公开的题材, 但孟先生从正式中, 为我们找到了一件小事, 从这件小事中, 我们可以读出, 当时唐高中李治心里的真实想法, 可以看出, 唐高中李治究竟想要做什么, 那么这是一件什么事情, 这件事到底改变了什么呢, 正在高中郁闷的时候, 忽然喜从天降,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一件小事, 有一个人叫李毅甫, 以后我们会反复讲到这个人, 这个李毅甫是个什么呢, 什么人呢, 是个才子, 贞观时候的近视, 这个李毅甫长得不错, 一副温温而雅的样子, 书生面孔, 据说未说话先开笑, 未言先笑, 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他, 唐太宗也喜欢他, 诗写得挺好, 诗写得挺好, 在唐高中当太子的时候, 这个李毅甫就也是在东宫当社人, 就是跟太子讨论文章啊, 读书啊, 三阵事长, 后来李治当了皇帝, 这个李毅甫就到宗书省, 当宗书社人, 宗书社人就是具体起草招书的人, 多少年这个位置没有变, 不仅没变, 还出麻烦了, 史书说不知道为什么李毅甫得罪了长孙无忌, 没有这样原因,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原因, 总之是长孙无忌没看上他, 长孙无忌呢就决定把他外放到地方去做小官, 外放, 李毅甫不是在核心机构吗, 所以他听说了这个消息, 听说呀, 把他外放的那个命令, 已经从宗书省到了门下省, 但是现在刚到门下省, 还没有正式形成最后的决议, 他就紧张, 紧张找朋友商量, 他有一个朋友叫王德俭, 这个王德俭是谁呢, 是许静宗的外甥, 这个王德俭啊, 这个人其他的形象不知道, 只知道他脖子上长个大牛子, 长个牛子, 外号叫智囊, 而这个人有招, 他知道的消息显然更多一点, 他就跟李毅甫说, 你现在怎么样才能自救, 李毅甫就求他, 你看看我怎么能自救, 马上就把我放到外地去做官, 麻烦大了, 他说呀, 你不知道, 现在高宗想换皇后, 但宰相们都不同意, 如果你现在赶快给高宗上书, 支持武则天当皇后, 高宗肯定会保你, 那样的话, 你就被留下了, 他们就不会把你派出去, 哎呦, 李毅甫高兴啊, 然后连夜就跟王德俭换了班, 本来是王德俭支班, 现在王德俭回家李毅甫来替他支班, 然后在支班的过程中, 晚上他就写了一封上表, 直接呈给高宗, 送给高宗, 表上说什么呢, 没有太多的透露, 就是说, 废王立武, 废的王皇后立武则天, 那是人心所向, 天下人民都有这种要求, 赶快立吧,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一定是把话说得很源泉, 意思呢, 就是这个意思, 说立武则天为皇后, 是人心所愿, 当天晚上, 高宗好多年都没这么激动, 忽然看到一个大臣, 武品官上了一封咒, 咒书, 是同意战成, 庸立武则天, 唐高宗搞笑, 当场就当晚, 接见了李义甫, 给李义甫赐了一斗珍珠, 真给东西啊, 然后命令, 你就任原指, 你原指不动, 高宗发动了新的命令, 你不是要贬他出去吗, 我现在又发了新的命令, 旧指原指不动, 所以李义甫就保下来了, 李义甫的出现呢, 那是天上给高宗掉下的一个大馅儿兵, 让高宗忽然看到了一条路线, 原来他都没有走过的路线, 就是充分利用皇帝应有的权力, 来拉拢一部分官员支持自己, 是可以做到的, 李义甫也一定向他透露了这个方向, 所以从李义甫这开始, 朝臣这边就打开了一面缺口, 利用李义甫, 利用许敬宗, 开始拉拢很多官员, 大理寺的人, 这个御史大夫们, 开始纷纷出现了, 就是在中央的大臣里边, 终于出现了拥护高宗的声音, 根据新唐书, 资质通鉴等正式的记载, 许敬宗李义甫这样的官员, 支持唐高宗领事, 利武则天为保护, 这是因为他们都是武则天的人, 当然要帮着武则天说话, 那么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 孟建石先生对此又有别的看法, 他的看法是什么呢? 其中有一个差异, 有一个小知的问题, 需要我们讨论, 那就是, 现在拥护高宗的大臣, 从许敬宗到李义甫, 他们到底属于谁? 什么叫属于谁? 许敬宗和李义甫到底是属于武则天的人, 还是属于高宗李治的人呢? 这个话之所以这么问, 是因为史书在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总这么说, 说什么呢? 说李义甫是皇后的人, 许敬宗是皇后的人, 我就不太明白, 那个时候武则天还没有立成皇后, 或者是后来武则天已经立了皇后, 这些大臣, 他把自己交给皇后合适呢? 还是交给皇上合适呢? 是站在皇上一边正确呢? 有保险呢? 还是站在皇后一边有保险呢? 可是史书为什么总是那么说, 说他们是皇后的人, 说是武则天的人, 那就是呢, 我今天在这里先交代这么一句, 因为这也是一个问题, 这是妖魔武则天的另外一部分, 同时弱化高宗的另外一个部分, 事实上呢, 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背景, 我们就能够想明白, 在高宗和武则天之间, 追随者为了自身的利益, 当然追随皇帝, 那才有希望, 毕竟那是皇后, 皇后是皇帝的腐蜀的关系, 对吧? 那么史书上为什么会那样说呢? 说许经宗, 李义府是属于皇后的人, 为什么? 因为在唐代的史书中, 李义府和许经宗是被列入奸臣, 列入奸臣, 记录唐代历史的官员们, 他们都要考虑金上的感情, 金上就是现在皇上的感情, 不管怎么样, 现在的皇上都是高宗的子孙, 都是高宗的子子孙孙, 所以在武则天和高宗之间, 如果选恶的话, 谁做的坏事多呢? 后来的史臣宁愿把武则天放弃, 而选择保护唐高宗, 这就是妖魔武则天的一个动机是保护唐高宗, 保护我们金上皇帝的主, 这个直系祖先, 这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当然就是, 武则天毕竟后来串夺了唐朝, 虽然这个串夺的不那么彻底, 后来又回去了, 但是他毕竟改变了唐朝的国号, 这是武则天的最大恶极之处, 而唐朝的史官们, 他是有这种借鉴需要的, 就是要避免武则天这种悲剧再次上演, 所以他就宁可, 宁可什么呢? 宁可在史书中把武则天写得恶一点, 写得恶一点, 宁可在事实和这个, 他们的倾向之间, 选择他们自己的倾向, 选择自己的倾向,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的史书, 关于这个部分, 许许多多其实都是不可信的, 根据上面的讲述, 我们知道, 许静宗李义虎这样的官员, 公开支持立武则天为皇后, 其实, 也就意味着, 他们要和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长孙吴季作对, 如果背后没有更大的靠山可以依靠, 他们应该是不敢这样做的, 而根据孟宪时先生的分析, 许静宗李义虎虽然替武则天说话, 但他们却不一定就是武则天的人, 他们的靠山应该是唐高宗李治, 如果这种情况属实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围绕着立武则天为皇后的世界, 在朝廷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 一派是以唐高宗李治为首, 另一派则以长孙吴季为首, 这两派是针锋相对, 但是在新唐书等正式的记载中, 和长孙吴季对着干的, 从来都是武则天, 而不是唐高宗, 那么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 要揭开真相, 还是让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 来看看双方阵营, 是怎么准备, 又是怎样争斗的呢? 现在的形势看来, 就是双方的阵营已经变得清晰了, 也有大臣, 部分大臣拥护了高宗, 而绝大多数的人, 还是站在长孔吴季这一边, 双方这个态势, 这个阵营变得清晰了, 应该是永辉六年的夏天, 发生了一件事, 我们看到双方在这样的问题上, 斗争非常紧张, 每时每刻都小心地描住对手, 长孙吴季他们开过一个会议, 出席会议的呢, 除了长孙吴季, 还有一个人叫裴行俭, 这个裴行俭是谁呢? 是长安县的县令, 这长安县虽然叫县令, 但是级别高, 像一个州一样, 所以长安县令是一个无品的官, 据说呢, 他们在一起开会, 或者是他们在一起聊天, 在一起喝茶喝酒, 然后说话, 说什么呢? 他们说话的核心内容啊, 是关于高宗要立皇后的问题, 说然后他们的结论是, 如果高宗真立了这个武则天做皇后, 那天下永无宁日, 永无宁日, 从现在史书记载的口吻和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呢, 是站在长孙吴季一边的, 是说立武则天不好, 因为他们那个描述的这个语句呢, 都是忧国忧民的样子, 忧国忧民, 哎呀, 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这件事, 总之他们的结论是, 立武则天, 就国无宁日, 哎呀, 一定是一个比较秘密的会议, 结果就被大理事成, 袁公渝给发现了, 袁公渝发现了他们的会议, 然后就告诉了武则天的母亲, 武则天的母亲又告诉了武则天, 武则天再告诉, 唐高宗还真费劲, 这个情报线索是这样的, 告诉高宗以后, 高宗就做了公开的处分, 把培行俭, 贬到西州去做官, 西州就是现在的吐鲁番, 那就很远了, 跑到大那边去做官, 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哎, 很清楚, 很清楚, 双方其实都是在调动自己的人马, 都是在调动自己的人马, 然后核心的问题, 就是利不利武则天, 那边呢, 在想办法集中起利武则天不好的证据, 在讨论, 为什么利武则天不好, 为什么怎么样才能够不利武则天, 这边的人呢, 对那边也很小心, 仔细观察他们, 所以才有员工于能发现他们的会议, 好了, 现在双方阵营都在严阵以待, 只要有机会就要打击对方, 现在这个态势已经很清晰了, 那么最后应该怎么办? 最后其实就是决战时分, 就是决战时分, 所谓的决战时分, 就是唐高宗跟几个宰相的两次会议, 有一天, 高宗派人通知几个重要人物, 就说, 请阁下留下, 高宗有话要说, 要跟大家见面, 要跟几个人见面, 哪几个人呢? 一个是司徒长孙无几, 一个是佑溥业, 楚遂良, 一个是司空李济, 一个是左溥业于智宁, 其实就是朝鲜宗大臣里面最重要的四个人物, 四个人物, 高宗要跟大家见面, 要跟四个人见面, 干嘛呀? 当场人就知道了, 一定是讨论废王立武, 要立武则天的问题, 一定是这个事, 高宗突然通知开会, 大家没准备呀, 当场啊, 大家得了通知以后, 楚遂良首先发言, 说皇上一定是要讨论皇后的事, 说皇帝要立武则天, 决心已定, 决心已定, 谁反对, 定死无疑, 定死无疑, 皇上决心太大了, 说长孙无忌, 皇上的援救, 你不能去反对, 不能让皇上有杀舅舅的名声, 为了保护皇上, 李济, 你是国家的功臣, 你也不能出面, 你不能出面, 你要出面了, 被皇上杀了, 皇上就落一个杀功臣的名义, 这对皇上也不好, 那谁出面, 只好我出面, 这话只能我来说, 我呢, 一方面对国家的功劳不大, 没理解什么功劳, 第二呢, 我又是脱估大臣, 我对先王啊, 是有责任的, 如果这个事我不出来表态, 我不出来来抗争, 我以后死后, 怎么在地下见唐太宗啊, 我没脸见他, 所以啊, 皇上召集咱们, 你们都不要说话, 我来说, 我来说, 我喝出去了, 非死不可, 干嘛呢, 知道这是干嘛吗, 皇上突然通知大家开会, 大家也知道, 这一定是关于武则天当皇后的事, 可是必须要商量一个对策, 对不对, 怎么对付啊, 知道这个事, 也知道大家是反对的, 但怎么对付皇上呢, 大家应该商量, 可是现在呢, 来不及商量, 而且不能商量, 为什么, 这里面有个李济这个人, 这个李济啊, 跟长孙无忌可不是一伙, 他一直是溜着边的, 非常低姿态的, 在那很谨慎的做人, 但是他是个大人物, 长孙无忌, 楚岁良他们看这个李济很低调, 所以呢, 也抓不着他什么把柄, 也就算了, 但是现在, 如果大家跟李济一讨了, 毕竟, 要立皇后, 咱们商量商量, 反对呢, 还是支持呢, 不能商量, 因为李济说了, 回头到皇上说, 他们商量了, 一起要反对, 这不是麻烦吗, 不能商量, 这个楚岁良在干什么呀, 说了这么一封, 一番慷慨极词的, 极昂的话, 他要干什么, 他要李济不要发言, 很厉害, 很关门正大的, 李济也不能说, 好像李济就是他一伙的一样, 李济要说这一定是反对李皇后, 李济, 你怎么知道李济是反对李皇后的呢, 他知道李济真保重, 李济要是在那, 皇上说我们今天开会, 大家有什么意见, 李济说我支持李皇后, 这些人不就立刻就傻呀, 所以不能让李济发言, 不能让李济发言, 要给李济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那就是, 先把李济画在自己阵营里, 咱们都是反对立武则天的, 都是, 但是你们发言都不成, 先从长孙无忌那开始说, 长孙无忌是大佬, 坐在后面当然是不嫌发言的, 但是关键是, 不让李济发言, 要把李济考给封住, 要把李济考封住, 你看, 还是挺高的, 先把他表扬, 然后把他封住口, 那李济呢, 李济是什么想法呀, 李济又不是傻瓜, 你说我跟一会儿, 我就跟一会儿, 咱们一起开会去吧, 李济是聪明人, 那太聪明了, 哦, 平时你们都相方设法地排击我, 关键这个时刻, 我要撑你一会儿的了, 你把我卖了, 还让我帮你数, 李济不干, 刚开始还挺健康的, 一起开会呢, 或者说, 哎不行了, 我不行了, 病了, 脑袋肚子疼, 跑了, 我不能去开会了, 我不行, 我病, 我也不知道哪病, 然后说皇上我就见不了了, 你们去吧, 我得回家休息了, 李济才不那么傻, 才不上这个档呢, 被人当枪使, 不干, 所以李济一六严, 跑掉了, 跑掉了, 那么现在只有三个人, 长孙吴继, 楚遂良和于智宁, 三个人去见高宗, 高宗怎么说, 他们怎么反应, 这就是决战时分, 结果如何, 下次再讲。 在唐高宗决定, 废除王皇后改立武则天这件事上, 长孙吴继, 楚遂良等坚决反对, 而从实际情况看, 反对的声音很强, 高宗的力量很弱, 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 一直占有优势的长孙吴继, 突然败下阵队, 一场皇帝有成于大臣闹剧, 一下就变成了大臣贵旧皇帝, 唐高宗一直以来的不利局面终于流转,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时副教授, 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唐高宗真相之君臣对决, 的决定